紅字寫上永不懼怕 向全球宣告自己沒事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 15號下午在佛州自家球場 打高爾夫球時 遭人從300多公尺外的圍梨 伸出步槍瞄準 差點二度遭刺殺 川普球打到一半 眼尖特勤人員發現 竟有步槍槍管 深入球場圍梨 隨即火速開槍 一度傳出雙方來回補火 至少四發子彈 後來有目擊者看到槍手 從樹叢逃走 跳上黑色尼桑汽車逃逸 隨即拍下車輛 他們有30公尺 在公路上阻停車輛 比那些更多 幫助執法人員 順利在高速公路上 攔停車輛逮到人 有很多警察 我猜到警察 我猜到一個槍斃 向車輛或什麼 我不知道 警方說槍手距離川普 只有大約274到457公尺 場面驚險 真的驚訝 他能夠達到 高速公路上的高速公尺 有厚重安全 有厚重的樹 最終警方也在記者會上 公佈現場找到的嫌犯物品 這次特警局火眼金金立下功勞 賀錦麗拜登也火速發聲明說好家在美出事 不過川普遇刺前才在社群平台上 發文痛罵廷賀的泰勒斯 如今被極左分子企圖刺殺 讓人對這次大選更加關注 小新聞有何正報道